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 动态和结构的分析还是不错的 包括这个头部的造型 这个角度都比较合适 这个形容比较准确 这个分析的比较好 画法上可以让这个造型再结实一些 在这个地方 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在画的时候这个边缘不要画这么实 可以用涂抹工具把这个揉一揉 如果是画这种明暗的话 要注意这一块是凹进去的 然后这一块是抬起来的这个面 抬起来的这个面有一些投影打在上面 要注意分析它这种大的明暗关系 这亮暗关系没有分析出来 就稍微点平了 每一块上面都是一块亮一块暗 你看一块亮一块暗 一块亮一块暗 它就平 它没有整体大的这种体块的快面感 用这块插进去 用造型和造型的大块面 以及整体大块的嵌套这种关系 有这种大块的意识的话 它就会好很多 然后下面这个 动态分析 用胸腔的造型也都可以 还是这个问题 画的平 亮暗比较平均 每一个小块的亮暗都是一样的 它就会平均 还是要看大块 在它这个身体里呢 整个这一块是亮的 然后在胸阔 下缘到腹部 这个位置是暗的 这里有一点微微的灰 然后这边是暗的 就是要把这种大亮暗关系 照好 然后这一张 就看上去颈部稍微的窄了一点 大的形啊动态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两肩的落差以及中线的角度 还有基本形的这个形状 手臂的朝向 这个都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画完整的时候要注意 这个线要强调 这里呢可以 略微加深一点 而不是呢只把外轮廓这一圈够重 里边全都浅 这样的话整体的关系也不合适 那这个人线就可以给它强调出来 颈部后边的这条线的趋势 不够合适 这样倾斜就不够合适 然后把这边的压下来 这个体积的感觉就很好了 那现在有一些比较符合模特特征的这个地方 就不要画的概念 不要给它画成两个直的 这个位置 建设小机后竖 这里是鼓的 要贴合一些模特的特征 下面的这个 颈部呢虽然被遮挡住了 被手挡住了 但它的宽度呢还是可以猜测出来的 这样看着比较合适 这个肩部的形状不够完整 然后线呢断断续续 它就看着有些琐碎 还是要更多的去注意形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模特自然的特征 它这个菱形呢是这样子的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是隆起来的 然后它隆起来之后 才会有挤压的 这两个弧度的造型 这里有个坑 这里有个坑 这是斜方机下边 再往下呢就比较薄 看不到了 然后竖戟机呢比较突出 下半部分呢就有可能和竖戟机的形融合了 然后从尖达下角这个位置斜向前 有一些痕迹 这块呢就很大了 可能是这个前聚集造成的 所以不用去画 但是我们要去分析 有这个分析的过程 注意港下机 小圆机和大圆机 它们的形状